以前在女王头上的珍珠 现在已经蒙尘 那当时在交界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一定记得 当时有承诺50年不变 舞照跳 马照跑 现在事隔23年 什么都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让国际的市场 相信说香港为了还是 全球的金融中心 我觉得它里面太多 政治方面跟社会的动荡 以及金融方面的不稳定性 在这里面 所以我想香港可能是 比较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另外再一个问题 就是北京在三年前 就开始推动了一个 粤港澳大湾区 就是以广东的 11个地级市为首 那当然是以深圳 为主要的核心 来发展一个 粤港澳大湾区的 一个湾区的经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会稀释掉了香港的角色 所以它的竞争力 正在大幅衰退 所以资金跑了 很多一流优秀的人才 不到香港了 那基本上 它是这些人跟资金 流向新加坡 那你说会不会可能 流向上海或者孙俊 有可能 但一部分 但是初步来看 上海跟孙俊 无法取代香港的国际地位 新加坡 它现在有部分取代了香港 也就是在华人的资产管理 As a management 这个部分上 有很多资产往新加坡走 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化 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 那人民币的汇率 也受到中共政府的操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相对比较难 成为一个亚太的运筹中心 以后如果没有办法 承接中国的这种 外资要进入中国的 这个管道的话 那么上海会就是成为一个 外资进入中国的管道 香港之所以可以成为 世界或者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很重要的特色是 英国留下来的自由法治 但现在慢慢消退之后 我相信它不是马上就失去 它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它的竞争力 慢慢慢慢会消退 整个深圳就是中国的戏骨 它拥有过去40年 改革开放最大最好的 丰收的果实 莫利的果实全在那 现在新创的科创版 最具有成长力的 也全都集中在深圳 未来深圳它的道安区计划 我们不知道它未来 前进的进度如何 但可以确定的是 香港要加油啊 香港你时间不多了 季篇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